说到说谎的味道就非得提一下布加拉提 这奇妙的风味到底是怎么从天外滴下来的 对比他之后威风的队长形象 根本精神错让角色出上蛮漏气的 很可惜 我原本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某天重看动画PV10才终于开窍 我怎么会傻傻的认定那是墨水滴呢 布加拉提衣服上的黑点点 有人说是蝌蚪 另一人说是汤匙 我说是剪影 拉链头的剪影 以上两样也是有相同的剪影 还有没有东西有类似的剪影呢 水滴任何的水滴 譬如年年的拖衣啦 汗水啦 花了好几个月脑筋才终于转过来 行秋手段铺成替身 刚列手指名字的联想根据明摆着啊 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 只当作极度莫名其妙的病态开场 他们怎么有救命可以毫不顾忌的疯传 不愁被亲友 从头一一样眼光到直接断绝往来呢 总之说谎的味道还以我终于得了一个安心的答案 但关于布加拉提的疑惑 我可不止这一个 更想了解其造型 你以为这个五部高人气的李主角 有很多的造型设计介绍可以Google 但其实是零星几乎没有 反正先仔细看一下动画板 动画把失散在他身上 如大麦丁斑点的拉链头景影缩小 并甩掉大板 而唇装是用的胸前和上臂的金色拉链 简化并放大 这让西装不会太空的同时 也减轻动画师的负荷 如果你眼尖的话 会注意到漫画布加拉提的四格拉链头上的 小花样变化数次过 不仅如此 衣顶上也挂有小小的拉链头 屁服黄沐老师的细腻废弓的同时 也挺搞笑 因为与实际能拉开的位置垂直 其实刚开始看一条条的拉链很突兀 结果看到后面觉得 繁多站位置的拉链有限 拆掉的版本又好像不对位 至少我喜欢背部有逼字线版本 那么你偏好前期装饰繁多版 还是后期简洁版呢 又或者根本不在乎西装没遮的部分 才是重点啊 接下来都是我查不到证据的想太多 布加拉提造型的大亮点 也是我不想叫布姐小明的原因 好像在暗示我可以只看脸 不会有有色眼光飘到胸部文样式的 其实没有到夫补 同样也是有几个版本 这片很像蕾丝内衬的文样 动画就决定是刺青了 出现来变来变去 但多亏简化版我才从爱心点花的蕾丝细节跳脱出来 察觉到原来是拉开的拉链啊 心情作为拉链头的拉开的拉链 不仅如此 想想没跟衣服搭的文样全貌吧 可以绕圈层层层的爱心啊 我知道最外围没有完全封起来 我有说过想太多吧 然而头发的部分就有点点可惜 创造布加拉提八成困惑的女人为环绕的妹妹头 稀奇程度就像女孩子留飞机头吧 等等特立修算飞机头吗 侧边光泽很棒 头顶辫子变成神秘的圆冰小包包 妙的是第一眼比起这个 我跟他们黄色的东西是 发夹 而且还是纯好看的 翻漫画出亮相版 小但明显是为了固定辫子用 演变到后来跟呼应拉链的辫子分开 增加特色 到这边身上的小花样都看完了 好像有漏掉什么让造型深刻的重要元素 尴尬太擅长迷失在线条细节上 看不清整体在对比应用上下的功夫 有大片黑白颜色和面积的对比 点点单纯的图案 同时凸显小片反复细线织成的刺青 和金边拉链又有一层上下方向对比 虽然反方向可能是基于豪撇的缘故 算对比有点勉强 回到一开始我说刺激重口味的开场 比较之后模范领袖的反差 太夸张 精神错乱到令人想问 布萨拉里也有双重人格吧 看他明暗对比强烈的厨师风格结果也是招有明白展示在造型上啦 下回就是最后一集了 Bye 拜拜